格林多后书第九章 其实,关于供应圣徒之事,我给你们写信原是多余的, 因为我知道你们甘心情愿做,对这事我曾向马其顿人夸耀过你们, 说阿哈亚从去年就预备好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曾激励了很多的人。 不过,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好使我们在这方面所夸耀于你们的,不至于落空, 好叫你们正如我所说过的,准备好了。 免得万一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准备好, 使我们在这件事上受到羞辱,那更不用说你们了。 所以我认为,必须请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 把你们从前所应许的大量捐助先准备好。 齐备的好像是出于大方,而不是出于小气。 再一说,小量播种的也要小量收获, 大量播种的也要大量收获。 每人照心中所着亮的捐助, 不要心痛,也不要勉强。 因为天主爱乐捐的人, 天主能丰厚地赐予你们各种恩惠, 使你们在一切事上常十分充足, 能多多行各种善事。 正如经上记载说, 他博师济贫, 他的人意永世长存。 那供给播种者种子, 而有供给食粮做吃食的, 必要供给和增多你们的种子, 且使你们仁意的出产增加。 叫你们世事富足, 以致十分慷慨, 致使人因此借着我们而产生出感谢天主的心情。 因为办这种供应的事, 不但补助了圣徒的贫乏, 而还可叫许多人多多感谢天主。 借着这次供应的证明, 他们必要因你们而明认和服从基督的福音, 和你们对他们以及众人的慷慨捐助而光荣天主。 同时, 他们也必因天主在你们身上所赐的红恩, 而为你们祈祷, 而向往你们, 感谢天主为他默克名言的恩赐。 集团